有网友说我说放米花的方式不对 那今天我给他做一下 按照网友的方法咱们试一下鲜花油 好,这个咱们放两包吧 今天多做一些 把火打开 那我们先搅拌油 好,油坏了,关火 再放糖 他说糖和油都是分开要放的 好,我们今天也试一试 接着把火打开 让我们开始搅拌 哇塞,糖好多呀 糖要搅拌到什么时候 搅拌到融化为止吧 来,我们按照他说的 先尝试一下能不能做成功 看一下全部放进去 这样的方法好 还是这种分开的方法比较好 好,摘开速度 大家要做好防烫的手套呀什么的 面具呀什么的 要注意安全 好,糖感觉要化了 我们继续翻炒它 天呀 感觉成泥了呢 糖变成泥了 好,糖化好了 最后呢就放玉米变 好,我们放进去了 在来没开火之前 咱们先搅拌搅拌 哇,吓我一跳 有水吗 怎么会突然崩了一下 温度可能有点高 哎,玉米怎么搅拌完之后 变成这个得点了 完了,来压压 压压压 好,开火 好,咱们继续搅拌 这成玉米饼了 这还能成功吗 这是谁教的方法呀 啊,怎么成玉米饼了 天呀 不行 我还得继续做 不能那块粮食吗 做一半都不能不做了 好,继续挑战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搅拌啊 一起搅拌它 又苦 看到吗 苦这么大个包 要不我好害怕呀 爆了 我听到爆开了 是爆了吗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直视 哎,爆了,爆了,爆了 我锅盖呢 我先去找锅盖啊 哎呀,盖上盖子了 哇,好害怕呀 好害怕呀 不行,我给你连石要翻炒一下呀 不要不要 哎,我得炒一炒,炒一炒 哎呀,下锅了 炒一炒,炒一炒,炒一炒 哇 爆了,爆了,爆了,爆了 我给你差不多了 关火 天啊 好害怕呀 这个方法好像有点鸡肋呀 看一看 哇塞 哇塞,成功了 哎,哎 哇塞,还挺好的,爆的 天啊 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嘛 哎 你们说到底哪个方法好啊 铲子都爆了 哦,我来说 然后我们去看看